公英龍橋 公英龍橋 居民們高呼口號 希望市府重視他們的犧牲 因為行經老舊的光星龍大橋 實在讓他們很害怕 上下班的帶著小孩子的家長 尤其遇到雨天更危險 那這座橋又相當的老舊 遇到像最近颱風天的時候 大家都很擔心 很早里面就跟我建議說 一定要做這班橋要做得好 因為沒機車到 沒人先到 大家都參加在這座橋很危險 希望市府趕快把這座橋做得好 保障我們人民的安全 市府在前年就允諾 要興建光星龍大橋 但地方一等再等 連個影子都沒看到 為此市議員李立華 率領進500位民眾到場 催促市府別再拖了 盡快動工 地震 以後這個橋 鑽動是越大 為這裡過所有的福利同胞 大家在他們上班都搶著等 所以很怕救回來 希望政府用最快的速度 趕快把我們的共產黨救 建議都有了 快把我們做出來 讓大家比較安心 有一個好的橋可以用 請市府人趕快幫我們完成這條橋 讓我們在這裡 這裡通過這個橋的地方 讓我們每天能平平安安的回家 面對地方的期盼聲浪 建設局表示經費已經到位 工程將在8月就會來動工 新橋長232公尺 寬20公尺 還會結合LED景觀燈 兼顧運輸和美觀的 星光星龍大橋 預計103年底前完工通車 記者唯一停臺這次不到 記者 李宗盛